在歌坛你可以惹蝙蝠侠 可以和警局公开叫板 但是千万不要惹企鹅人 因为你一旦被企鹅人盯上 那你就完蛋了 为啥呢 因为他有仇必报 而且还是玩鹰的 就比如这次 他为了报复鱼妈 准备取代他的位置 但他并没有选择面对面的硬钢 而是选择投靠与鱼妈 有矛盾的马哥 他先是假意应聘马哥餐厅的洗碗工 然后雇佣了几名劫肥 抢了马哥的餐厅 杀了餐厅的经理 伪装成英勇保卫马哥资产的勇士 获取了马哥的信任 成功升任餐厅经理 这个过程中 马哥丝毫没有意识到 是企鹅人在捣鬼 反而被企鹅人成功获水东吟 引到了鱼妈那边 他决定抢劫鱼妈的赌场来报复 但是二当家却说 这个赌场可是鱼妈的心头肉 守卫力量肯定很强 一旁的企鹅人则走上前说 我认识里面烧锅炉的 咱们可以从那里进去 鱼妈绝对想不到 马哥笑了 给企鹅人倒了杯酒 问他 你是怎么认识那个烧锅炉的呀 企鹅人也不隐瞒 直接了当地说 自己以前就是跟着鱼妈干的 而且还是一个小头目 马哥听后更开心了 看了一眼二当家的 随后大笑了起来 直接将企鹅人按在了桌子上 对着观众老爷说 感谢大家的关注 点赞 评论 转发和收藏 这里给大家磕一下 画面一转 二当家出现在了戈登面前 他对戈登说 你现在跟我走 不然企鹅人的头 就会被送到法书面前 戈登听后 心里戈登一下 怎么见了企鹅人之后 就没啥好声 但他也无法拒绝 跟着二当家来到了餐厅 来到餐厅后 戈登看到了头破血流 跪在地上的企鹅人 马哥对戈登说 我们的朋友 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难以相信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戈登自然知道 马哥要干什么 将遇到企鹅人之后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两人是如何相遇的 如何纠缠在一起的 实话实说 在这个过程中 企鹅人突然插了一嘴 换来的 就是被马哥放在了切片机上 再说一句 就马上就来盘企鹅切片 这下企鹅人老实了 随后戈登将企鹅人叛变鱼妈 自己被法术逼着杀企鹅人 最后偷偷放了企鹅人的事情 都讲了出来 马哥擦了擦嘴角问戈登 照你这么说 鱼妈 法术都不知道 企鹅人还活着 戈登笑道 如果知道的话 我还能活着坐在这吗 你还能威胁得到我吗 马哥听后非常地开心 将企鹅人拽到跟前 狠狠地亲了一口 这不是找到宝了吗 企鹅人可是知道 很多鱼妈的小秘密 他转头问戈登 想不想一起吃饭呀 戈登说不用了 头也不回地转头离开 到了晚上 马哥直接带着企鹅人 来到了赌场外面 按照企鹅人的计划 从锅炉房进入 没一会儿 几人就带着几袋子大米 从里面跑了出来 这次行动 也算是企鹅人的投名状 渐渐地发展 成为了马哥的得力干将 而鱼妈这边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企鹅人搞的鬼 也并没在意 毕竟和马哥之间的冲突 一直在断断续续的 反而对自己刚招的小姐姐 比较重视 小姐姐叫丽丽 渐妈一直在叫她 唱同一首歌 一直唱同一首歌 是个人都会烦 丽丽也不例外 刚抱怨一句 换来的就是 渐妈的一嘴巴子 让你不好好学习 再让你不好好学习 转头 丽丽就再次唱了起来 同时除了唱歌 渐妈还教她 如何利用妈妈的语气说话 为啥渐妈会如此重视呢 难道一个戏子 比地位还重要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渐妈也不傻 丽丽是她的秘密武器 一个对付法叔的秘密武器 镜头一转 来到一个秀色可散的公园里 法叔正在广场上闲逛 偶尔喂喂鸽子 此时她突然听见一首 她很熟悉的歌声 抬头看去 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而这个小姐姐就是丽丽 在看到丽丽后 法叔扔掉了手里的爆米花 朝着丽丽走去 她上去就夸赞丽丽的歌声很美 她妈妈在世的时候 经常对她唱着首歌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我并且不过一段时间 当然她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丽丽的 打扮很像自己的母亲 而这就是鱼妈的目的 为了让丽丽接近法叔 毕竟正常妹妹 在遇到这么一个大叔时 甩衣耳光都是轻的 就这样 法叔渐渐地上了钩 还和丽丽唱起了一首歌 那么鱼妈到底要干嘛呢 企鹅人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关注哥说 我们下集接着说 我们下集接着说